你来到齐国 寡人十分高兴 因为国事繁多 今日才召见你 请不要见怪 几年不见 你的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 今日寡人破例为你设宴 以求谢仿鲁之时 你使寡人看到的美好乐舞 来 请 请 军上请 来 请 请 请 退下 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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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赢 请 请 请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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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孔夫子不必迁徙 是啊 用不着谦虚 你就讲讲治国之道什么最为重要吧 既然如此 恐求遵命 不妥之处 还请君上与各位大夫多多谅解 鲁国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 是孔求深切地感受到 治国之道 最重要的乃是正名 正名 也就是依照理智 证定各自的名分 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都该各按其名分行使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啊 如果君不像君 臣不像臣 父不像父子 不像子 天下势必大乱 到那个时候 即使有上好的饭食 又岂能先入寡人之口呢 请 请 这万马奔腾的景象 只有在我们齐国才看得到 孔夫子 感觉如何呀 齐为东方大国 确实名不虚传 这万马奔腾的 不过 越是大国强国 越应该注重教化 注重节俭 这样臣民才会更加忠于君尚 正在劫财的重要应是不容忽视的 正在劫财 这很快 现在我们下一个就是 这一步的东西 能不能感受到 这一步的东西 能不能感受到